大家好我是葉老輝阿 今天我們來講高CP值的主電腦 那今天這一集是講三萬多塊 那我們就來唱完這個3A大作 那當然指的是我們這個 1080P 就是我們一般螢幕的狀態下面的3A大作 你可以非常的容易來上手 那首先呢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今天配置的這個電腦菜單 那首先在處理器的部分我們用 最新的這個i5的12600 因為我們在遊戲的部分呢 我們在i5的狀態下面呢 基本上就都可以做這個應付 好那它的價格大概在7200塊左右 那你如果要再加散熱器的話大概是1500塊左右 那在主機板的部分 我們使用好一點的 好用到4300塊的這個華碩的 TUF GAMING的B660M 好那我們主機板 當然你可以再選再降一點的 大概3000多左右 但是呢 為什麼會選到這個比較好一點呢 因為考量到你這個遊戲機 你組了之後 你再來一定會有這個升級的打算 你的遊戲啊越來越難 不是越來越難啦 是不是這個畫質越來越高 那到時候你想升級的時候 你的主機板 如果不夠好的話 怕會有穩定度的問題 好那再來我們的記憶體 是用我們的美光的8G乘以2的 那價格大概在1700左右 那如果你要直接升到32G 好你若是正常玩的話 16G就很夠了 那你如果單支就16G 然後雙通道就32G的話 那你可以直接做升級 大概會在3000塊左右 那在固態硬碟方面 因為我們這台呢 專門是要來玩遊戲的 好所以我們一開始配了1T的 霉光1T的 好這個不太硬碟 PCIE的啦 那它價格在2200元 那你通常如果是玩遊戲的話 你如果是 玩一玩然後就換其他遊戲 那前一款遊戲會刪掉的 像這種的你就只需要買一隻就好了 灌幾個遊戲而已 你不會把一大堆遊戲都存在電腦裡面 那另外一種呢 是你如果很習慣把一次玩五六個遊戲 然後每個遊戲都會安裝在你的電腦裡面 那你就需要再外加一個遊戲的固態硬碟 那一樣 你可以買一樣就好了 所以把它都是在2200左右 那再來呢是顯示卡的部分 顯示卡的部分我們用的是RTX2060 那我們這次選用的是技嘉的 雙風扇 那價格呢是所有零件裡面最高的 因為你在玩遊戲的時候呢 最需要的就是這個顯示卡 那它價格大概落在12800塊 好那機殼的話呢 我們就把預算拉下來一點 就是一樣用這個全焊的 這個CP值很高的內建4風扇的 1500塊 這個是大的機殼ATX 那我們的主機板呢 是Micro ATX 這個要注意一下 那再來電源供應器的部分 電源供應器的部分 是我們的全焊的聖武士 這個650W 銅牌的 那價格落在大概2000塊左右 那我要再提醒一下我們的顯卡 你要注意你的 目前螢幕的這個 輸出線路的問題 像我本身的話是用雙螢幕 那像我們這張顯卡 你可以去裡面看一下 這張顯卡它的配置是一個HDMI 然後三個 Display Pro 所以呢你如果是 你的顯示器如果沒有支援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看你的顯示器是支援哪一種的 那你再來選購你的這個顯示卡 好 那總金額大概落在31700塊 那這個是不含系統的價格 那你如果加上系統價格 大概3800到4000 所以你會在35000到35000 快要36000 好 那右手邊這邊你如果 這一次組你就想要做稍微的升級 散熱器 然後再加上 然後再加上 記憶體升級32G 然後再加上 另外一隻的遊戲碟 那這樣加起來大概會落在 36700 那這個是 還沒有包含我們的系統 還沒有包含我們的系統 所以呢我們再 加上去 系統的話 那就會來到4萬左右 好 4萬左右 那當然就跟我們這個 標題不太一樣 好 標題是說3萬左右的這個 遊戲主機 好 那你就按照左手邊這個價格 其實你就可以唱完幾乎所有的3A大作 好 當然是在這個1080P的狀態下做這個遊玩 好 那今天介紹這個3A大作的遊戲機 就介紹到這裡啦 我是葉老輝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掰掰 小鱔子 5萬 小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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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誰 那是我